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四十三集,丛林废墟 王林沉吟稍许,右手一指融合了藤丽灵根的灵物 那灵物顿时一丈,诡异地翻滚蠕动起来 紧接着,雪球漠然间射出,钻入灵物内,飞快地消融 渐渐地,灵物开始收缩 随后,肉球与骨球先后融入到灵物内 此时的灵物,形状已然大为改变 缩小成一个环境,散发出柔和的光芒飘在半空 王林深吸口气,他深知夺机大法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于是定气宁神,痛制着最后一个魂球 慢慢地融合到光圈内 许久之后,光环猛然间射出耀眼的光芒 王林目光一闪,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 鲜血一接触光环,立刻发出滋滋的声音 转眼间就消散一空 光环融合了血液后,一时之间猛烈地颤抖起来 振振威压自环上散出 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生物在这一瞬间 均感应到死地的异常 树骨强大的气息自丛林内出现 飞快地向王林所在的方向冲来 王林眼都不眨一下 伸手一招,那光环立刻飞射而来 融入到王林的胸口 一股磅礴的灵力猛然间充斥在王林体内 他面色顿时红润 王林深吸口气,身子一动 如离弦之剑般冲出树洞 几个闪烁消失在丛林深处 他离开没多久 一条巨大的蟒蛇轰然间从一旁的丛林中露出巨大的头颅 在此地,闻了几下后 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 摇了摇头转身爬开 紧接着,一个身高一丈多的猿猴身影如电 刹那间来到此地 钻入树洞内搜索一番 这才不甘心地离去了 诸如此类的强大异兽 又来了几只 但毫无例外 均都是迷惑而归 王林奔跑在丛林内 他体内涌现浓郁到极点的灵气 除此之外 身体皮肤上的每一个寒毛孔 都在无休止地流出恶臭的黑色物质 一股撕裂感不断地从身体内传来 王林照起眉头忽然停下脚步 原地走了一圈后 他目光闪动 引力术冲着地面挥起 体内汹涌澎湃的灵力顿时涌现而出 地面的泥土如同被两只无形的大手拨开一般 飞快向两旁推动 不大会儿就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王林二话不说 起步一跳落入坑内 紧接着四周的泥土迅速拨回 时间不长便恢复平静 从外表看去没有任何异常 韩西坐在地底 王林定气凝身 开始梳理体内的灵力 他的身体飞快地改变着 一切都在向着筑机的方向迈步 再加上四周异常的季节 在这没有任何人打扰的地底深处 王林开始了第三次闭关 时光匆匆 岁月如隔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王林闭关位置的地面 覆盖了一层层厚厚的腐烂树叶 各种毒物爬虫时而钻进钻出 这一日忽然大地一阵颤动 无数的毒虫爬虫飞快地 从枯枝烂叶中爬出 紧接着地面的泥土迅速向四周拨开 一个全身漆黑的人影 从地底冒了出来 那人影一出现了 四周的爬虫立刻发出振振恐惧的斯明 迅速后退 这夺鸡大法不然神奇 终于到了住机器了 这人影正是闭关三年的王林 王林目光如电 全身散发着强大的灵力 他张口吐出一道绿光 一把绿色小剑闪烁着出现在他面前 王林目光闪动 右手一指 储物袋内的剑鞘 慢慢升空 他神色如常 喃喃自语道 这剑鞘在三年内 已经计练得差不多了 配合飞剑使用 效果定然非同小可 收回剑鞘与飞剑 王林站在原地沉吟少许 摸了摸胸口的神秘珠子 内心暗倒 司徒在三年前 原因精华耗费太多 尤其是在我闭关时 施展了可以遮掩诅咒的法术后 更是虚弱不堪 这已经沉睡了两年多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苏醒 好在黄泉生翘绝的心法 自己已然全部记住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寻觅基因之地 修炼黄泉生翘绝 打定竹意后啊 王林深吸口气 神石一扫 身子迅速向北部遁去 没过多久 便来到一处林间河流处 仔细地清洗一番呢 总算是把身上的黑色污垢洗干净了 一股神清气爽的感觉悠然而生 坐在河边的石头上 王林回想之前的经历 感慨万分 他不知道张虎现在是生是死 心底默默祈祷 张虎可以逃过这一劫 轻声一叹 王林收起心思 目露沉吟之色 许久之后啊 他右手掐绝 打出一道白光 那白光一出现了 颜色立刻变换 由白变灰 颜色还在加深 与此同时飞快闪烁 向着西方急速飞去 王林一争 打出这道白光的法觉 是司徒南传授给他 寻找基因之地的专用法术 颜色越深 表示距离基因之地越近 当完全黑色时啊 则表示寻找到基因之地 王林二话不说 立刻追上 跟着呀 已经彻底变成灰色的指引光 飞快地在丛林内穿梭 灰色光带的颜色 越来越深 在完全变成黑色的一刻 光带砰的一声消散了 莫然 王林停下脚步 他呆呆地望着不远处 内心震撼到说不出话来 展现在他面前的呀 是一座无边无际的废墟 他看不到尽头 眼前所见大部分的巫舍都已经坍塌 无数的盘绕性植物遍布整个废墟 废墟内长满了杂草 野兽的粪便更是遍地结实 一只只个头不大的小兽奔跑在其内 使而传了一阵死叫 地面上裂开一道道疤痕一般的裂缝 活像张开血盆大口一样 随时吞噬着生命 显出他猙獰的面孔 粗大的金属残骸粗粒在地 残垣断壁般展现出一幅末日废墟的画面 单调的灰色与植物的绿色纠缠在一起 露出一股绝望的气息 让人触目惊心 王林深深地吸了口气 望着这片废墟 他心中很是震撼 就在这时 突然在废墟内 一个高耸的残骸上亮光闪动 接着发出一道白色的光柱 轻刻间射下 王林一睁啊 忽然神色微动 转头向不远处的丛林望去 只见一只全身鲜血淋淋的小兽 挣扎地爬出 向着光柱落下的地点 盘山地爬去 他的右腿有一道伤口 可见森森白骨 随着他的爬度 在他的身后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许久之后 他终于爬到了光柱下 立刻欢喜地嘶叫一声 他的右腿居然以极快的速度愈合 整个过程大约也就是几秒钟 小兽便恢复如初 他喜悦地抖了抖身子 走出光柱 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 此时啊 光柱仍然还在不断的凝聚 王林心神俱阵 望着光柱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 光柱化成点点荧光消散 王林沉吟少许 站在一旁继续观察 半个时辰后 光柱再现 如此循环数字 王林在旁边看了一天哪 终于看出了一些端 根据王林的判断 这光柱的出现 一定是与阳光有关 显然此地尽管成了废墟 但仍然有一些类似法器的物品 没有失去作用 在吸收了阳光后 展现出神奇的一幕 而且知道这里光柱 可以疗伤的野兽很多 王林在这一天的时间呢 就看到不下二十只受伤的野兽 来到这 眼看着天色见黑 王林计算着差不多最后一道光柱出现的一刻 他不再犹豫 立刻上前 把手伸到光柱内 一股暖洋洋的气流 立刻弥漫手部 这气流并非灵力 而是一种王林极为陌生的物质 静静地感受着气流 王林目光闪动 立刻在手臂上划开一道伤口 再次把手伸向光柱 在光柱内 伤口已极快的速度愈合 也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伤口消失了 王林沉吟少许 二话不说 飞快地在废墟内穿梭 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射出光柱的高大残骸下 这是一个造型宏大的圆柱形巨石残骸 从外表看去 可以发现 它是从中间部位折断 尽管已经坍塌大半 但仍然可以看出昔日的风采 两个巨大的手持巨剑的雕像 横立在旁边 在他们的身上 压着长约三十丈的塔形建筑物 王林望着残骸 脑中不由自主浮现出一幅画面 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塔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 从中间折断 塔尖砸落在树立两棚的雕像上 那光点正是从塔尖的一颗直径 约两丈的十柱上散发出 望着十柱 王林愁愁起来 这东西太大了 看起来根本无法拿走 而且自己对于他疗伤的原理 并非完全分析透彻 若是强行拆下 不知道会不会失去效果 考虑再三 王林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在这个废墟内徘徊观察 渐渐的 王林面色古怪 他检查了多处地方 发现了一个异常 他在废墟内的一些 保存较为完整的房屋内 看到了地面上保持还算完整的一些瓷器 有些瓷器内甚至还残留一些黑色物质 此时天色越加暗 王林不敢在深夜逗留此地 于是迅速向丛林掠去 在黑暗完全降临的一刻 王林走出废墟 他站在外边盯着废墟 双眼目光闪动 王林脑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某一日 许多人正坐在饭桌前 突然灾难降临 在他们没有任何察觉下 整个城池变成了死寂的废墟 此时 一丝丝寒冷的气息 渐渐从废墟内散发出 这气息越来越重 最后几乎凝固成十只 看这个废墟的规模 恐怕人口不下千万 死人千万之地 应该是天地玄黄四地中 最佳的黄类基因之地了吧 司徒南曾在王林闭关时 详细地讲解了基因之地 这基因之地分为四种 分别是天因 地因 玄因 黄因 黄因之地最为简单 死亡大量生灵的地点 那就是黄因之地 死人越多 黄因之地就越加 玄因之地有些困难 大都在极冷的地方才会出现 地因更难 那需要莫大的机缘才能遇到 毕竟所谓地因 就是从地底深渊之地散发出的气息 至于天因 那基本上不可能出现 因为要形成天因之地 必须地 玄 黄 三者同时具备 这才会产生一种奇妙的转变 化为天因之地 基因之地品质越高 对修炼者 必须越大 王林立刻右手掐绝 嘴里念念有词 漠然间 一丝丝红色的光点 在他身前凝聚 最终形成一个红色的光球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